歡迎收看東京走的橋 我是偉恩 好久不見 由於最近日本政府對於旅遊開放釋出新的消息 比任何人都還要期待日本旅遊開放的東橋 當然要搶先替大家關注旅遊開放的新聞 日本政府在5月17號宣布 5月下旋將開放4個國家的小型旅行團入境 作為旅遊開放的測試 這4個國家包含美國、澳洲、泰國和新加坡 且這些入境日本的團體旅客 都必須接種完3劑新冠疫苗 旅行社也必須給出完整旅遊計劃 還要有導遊陪同才可獲准入境 這些被限定入境日本的國外旅行團 必須與日本觀光廳、日本旅遊協會合作 且觀光地點的選擇也必須是日本官方同意的景點才行 觀光廳也針對外國遊客設計了防止感染 以及旅途中陽性發生時的對策 簡單的說 目前只開放了4個 被歸類在非新冠肺炎流行 並且前往日本的觀光人數比例較高的國家 也可以看到現行的各種限制都相當的嚴格 不過在兩年多沒去日本旅遊的前提之下 至少已經露出第一線的曙光了 東京走的橋會密切關注日本旅遊開放的進度 隨時更新最新消息 歡迎追蹤我們並看更多日本旅遊相關資訊 不久的未來我們日本見 讓大家看見 便開放 當然 連同一線 我很興建議 祝你 讓我轉